純麥紅茶可以無糖 好 可以無糖 我們比較有口感的是 魚朵納提或者是那個 純麥紅茶納提 然後加珍珠是免費的 純麥紅茶納提 那我也要純麥的然後加珍珠 沒關係我們就是在樓上辦公 樓上就是辦公大廚 所以來下來其實很方便 為什麼會被這間電信 第一個當然是有點Tiffany色 而且它上面寫LV等級 什麼什麼中原等級的 覺得很好 結果走進來它的名無其實 實如其名 Tiffany藍色外牆搭配復古裝潢 在大樓林立的商業區格外耀眼 這間位在台北一級戰區的 首搖音品牌才創立短短兩年 就成功征服上班族味蕾 六樓二十一杯做好了嗎 我做好了 OK好那我們要打包 好 附近的上班族就是 非常的喜歡我們的茶 那可能我們這一棟 然後附近的幾棟商業大樓 這些上班族 我們就常常送給他們 那送到都已經變成是朋友 根據統計台灣人每年 可以喝掉十億杯首搖飲 創造高達五百億商機 能在競爭激烈的市場殺出重圍 真正的關鍵是這一杯 吃起來那個口感是還滿不一樣的 就是層次滿多的 然後另外又加了一些 好像有荔枝的泡泡豬吧 那吃起來那個口感在嘴巴裡面 這樣爆開那種感覺 其實還滿甜蜜的 從來沒有喝過 對我真的沒有喝過 這樣子的一個飲料 滿特別的 首搖飲是一個全世界台灣最有名的 這個餐飲的一個類別 台灣有很多米其林的一些名廚 那跟這些名廚的一個合作 那是不是可以碰撞出更好的火花 跟所謂的這種味覺的創意 所以我們就去找了世界最有名的 台灣的米其林名廚來合作 透過世界級名廚江振成創意發想 將有台灣味的飲品 結合法式烹調手法 製作出全台第一杯米其林級手搖飲 台巴縣是用法式的手法 那是用把飲料做成一層一層一個概念 然後不同的一個溫度 一般的手搖飲店 它不可能用到這台 那因為我們針對台巴縣呢 特地去進了這台製冰淇淋機 那就是我們自己去調這些原物料 非常搞缸 就是非常多的一個手續 壓力罐 那這個是很多法式餐廳常用的 因為法餐裡面常常會有一些慕斯 花滿多時間的 去為了完成這一杯米其林級的一個手搖飲 將養樂多做成慕斯 毒筍汁化身思樂冰 巴勒汁變成冰沙 再撒上荔枝爆爆豬 層層堆疊創造豐富口感 就連最後的封蓋也獨具巧思 主要你看到的就是一個封口機 是一個非常特殊的這一個機器 就是我們把這個飲料變成 像一個易開罐一樣的一個機器 主打米其林做出市場區隔 像是製作奶蓋使用的奶油 就是米其林餐廳指定品牌 儘管全本比別家多出一倍 原物料都堅持走頂級路線 牛奶就是用急增牧場繡過的鮮奶 那它可能是台灣界號稱的 LV的一個鮮奶 那它的零售價等於是一般的 一個鮮奶的一倍以上 一出手就抓準消費者胃口 因為廖伯源可是廣告人出身 曾經幫可口可樂 百味啤酒等大牌做行銷 它深知比起CP值 現代人更注重食品安全 因此店裡的果汁都是新鮮水果 現打現做 果汁飲品我們都是做小杯 因為我們的果汁飲品就是 不再去加冰塊 有人也跟我們反映說 你們怎麼比較小杯 然後我們說因為我們沒有加冰塊 可是他們喝過之後他們覺得 從第一口到最後一口都是這種原味 八年前在上海創立自己的廣告公司 從五人小團隊做到年收破億的規模 但也因為一心打拼事業 讓他錯失生命中許多重要時光 大概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時間 都是在上海在中國大陸 然後變成小孩的一個成長過程中 就是其實有一些缺憾 其實太太也常常在那段時間 就是講說他是個偽單親媽媽 所有的工作都是由他去自身自己這個家 所以其實心情上也都特別的覺得 一些愧疚還有一些希望能夠有機會回到台灣 然後都陪陪家人 為了心愛的家人 道伯源毅然將事業重心轉回台灣 挑戰餐飲從零開始 只是萬事起頭難 方式要找到穩定茶園 他就幾乎全台跑透透 老闆這片是什麼茶 這個四季村 那我們四季村這邊的品質 為什麼會特別好 因為我們松柏林這個山上的做出來的茶 它的香氣特別比較好 光這樣聞就覺得很香 那個味道非常的濃郁 四季村 基本上是一新二業 前前後比的大概八 九家 那找了南投啦 可能北部啦這些地方 看一些工廠管理的狀況 然後看他們的一些品質 甚至他們實驗室的相關的一些 可能一些報告 做茶就是要有好的天氣 跟好的師傅來製作 它在尾雕啦 它在整個茶的製作上面 工廠的設備比較好 就可以做得比較好一點 依據風味特性混合調配 為了做出精品及茶飲 他也請茶廠客製化茶葉 做出獨一無二的完美好茶 這茶呢我們會請茶廠這邊 來特地換我們客製 那我們可能會用不同的一個茶葉 不同產地的紅茶去做一個混合 那調出一種特別的完美比例 那就是會有更易於一般市場的 一些紅茶的功夫 今天狀況還好嗎 剛剛有麻煩過 今天水果新鮮嗎 特別的水果狀況都很好 今天水果甜度還不錯 你看一下我們的茶色都特別的透明 然後它的味道特別的清香 高品質茶飲深獲上班族青賴 開在百貨地下街的門市 不但沒有受到疫情影響 兩年來業績還逆勢成長 去年疫情台灣有一段次還比較嚴重 那一段時間我們還是一直在成長 甚至得到那個星光三月的 所謂的業績成長獎 不只飲品 廖伯源也呼應消費者需求 推出新型態電型 用米其林級的服務 留住客人 很多人他可能在跟朋友外面約 以往可能都是要去這種連鎖的咖啡廳 喝手搖飲的人 他其實沒有這樣的空間 所以說我們就創造了一個 Buffet Cafe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希望就是說 它變成一種新的生活型態 全台唯一米其林手搖飲 不僅登上日本雜誌 也讓海外業者積極爭取加盟 但廖伯源不急著展店 選擇一步一腳印 選擇台灣市場才能放眼全世界 G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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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t